首先是筹备起 艺术行政 就是要当一个拼好拼图外框的人 就是你必须要从你的演出日期往前推 然后你要规划好所有的行程 让团队知道工作的重要节点 比如说什么设计出口要出来 然后跟艺术家要沟通 比如说以音乐类型来说 曲目什么时候要订出来 什么时候宣传要启动 什么时候要骑售这些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你还要去找资源 那这个资源就是不只是资金上面的资源 还有包含 宣传可以连结的资源 然后交通的资源 还有排练场地的资源等等 最后一个就是在筹备起 很重要的必须要安排会议 因为这个会议有可能是 把所有人都在一起建立一个 良好沟通的管道 这样大家之后工作才会 产生一个很好顺畅的沟通的渠道吧 就让大家可以得以顺利发挥他们的常财 然后再来就进入到执行期 就如果从排练开始算执行期的话 其实有时候艺术行政要去跟排 但是这个跟排并不是像是做排练制之家 因为它必须要以艺术行政端的角度去检视一些行政面需要记录的事情 它不是只有单纯记忆就是现场发生什么事而已 那同时执行期也是一个需要大量沟通 跟各个工作岗位的人沟通的时候 艺术行政要确保说 你的沟通没有落差 然后你的资讯都有顺利的传递给该要负责的人身上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时时刻刻去检视 说你当初拉了那个起程票 大家也没有跟着你的进进走 那如果说进度延宕了 你要怎么样可以弹性的处理 对这个就是在检视进度上面要注意的事情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到了结案期 就是并不是演出完了就结束了 你还要进入到经费的核销 然后单据的管理等等的 也要好好的整理演出资料的保存啊 规档啊等等的 那如果你接的是政府部门的补助案 或者是他们的委托案 你就还要写一个结案报告书 然后以上就是一个节目从无到有的过程 以及艺术行政管理在这当中会执行到的工作内容 但是不见得说这这么多繁杂的工作 都一定要一个人做完啊 就是它会根据组织规模的不同 然后可能会有专业的分工也不一定 感谢观看